長期經濟疫苗 政府就疫苗的那個 採購的那個備存量就不太夠 然後因為政府又 大力推薦喔 國產疫苗是附種比較低的 然後因為小孩子就要開學 所以又工作需求 然後又響應這段時間 很多民眾年輕人都是打瓜亂疫苗 所以那個 那個 確定蔡英文就是我的小姨子 就也是響應蔡英文總統那個 然後制止國產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 本來他沒有安排高端的那個選項 所以開放的時候他就是 臨時增加那個高端作為優先這樣子 所以他也是JCP高端疫苗的第一個 首批的那個施打者這樣子 然後也是因為響應政府 那他之前也沒有什麼 身體也沒有什麼狀況 27號晚上打完的時候 是禮拜五晚上 禮拜六我們都在家庭巨大 因為現在有解封了 所以我和娘家大家可以 去去救這樣子 然後到下午 五六點的時候我們也一起在太平熱河裡 散步一個多小時 他身體都沒有怎樣狀況 然後就回家 然後禮拜天我們還是在媽媽家 就是娘家這邊在虛咎聊天這樣子 然後到了就是像位前人講的 到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他沒有做任何動態的活動 就是很平靜我們在喝茶 突然之間就呼吸急觸 然後抖動抽絮然後翻白也這樣 然後一瞬間大概一兩分鐘的時候 我們就緊急開著自用車 送到台中總醫院就是在 我們離我們家比較近那邊 翻臨在醫院這樣子 政府大力支持高端疫苗 那我們也相信政府的一些檢驗的過程 跟他所測驗的結果 然後也政府也大力推薦說 這個疫苗是呼吸容比較低的 因為進口的疫苗 很多都有一些 那個會有心血管堵塞 或者心臟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為了響應政府 但是一個好好的人 就是突然之間有這種反應 其實我覺得 這樣的風險還是很高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 靜下來去分析每個個案 當然有些個案是死掉 有些個案是有一些疾病 但是後續會不會再發生 其實這都是一個問號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要重視這個問題 不然會有更多的案例發生 甚至有死亡的風險產生這樣子 所以 novel點orum 不喜歡說發生的為何欠缺於 我們語言政府召喚尊 也選擇彼力 這麼喜歡 我們決定 apprentice 我們所有問題